台湾希望义工团一百多位的义工齐心协力下 帮助复理家刘姓第一收入户一家重建家园 10号上午顺利交屋了 原一家子有自己房间的梦想 看到新房子完工一家人都十分感动 刘姓小弟弟很兴奋的来到属于自己的房间 笑着介绍说这是他跟哥哥的房间 还有书桌以后会好好读书 非常感谢义工阿姨以及叔叔的帮忙全家人盖房子 叔叔阿姨你们都从很远的路都开车来 然后帮我们盖新的房子你们辛苦了 这是台湾希望义工团一百多名义工齐心协助下 来帮助复理箱第一收入户一家重建家园 7月10号上午顺利交屋 原一家子有自己房间的梦想 那我们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个案是非常需要帮助 因为他的房子都已经是用瓦片搭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破旧 那小孩子大概有四个小孩 所以很急需要是我们义工团 然后一起来帮助他们 义竹团队已经有固定模组 利用周末共四天 不过因为花冬比较远 所以总共来回七天 出动制工大约有150人次 义工团已快速重建住居 为需要协助的家庭营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你小区 年的输家 专注吧 其琴